给大家分享啊 这个实际风险力 这个就是说 还是说呢 我们到这个地呢 首先要看龙 不管是平原风水 还是山地风水 那么我们都属于需要看龙 平原风水是高层为沙 低层为水 那么龙 威为龙体的 我们就可以说是龙 我们看往这个方向看 这个方向呢 就是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 整个来龙呢 它是从西北方向来的 我们看那边呢 明显的这个地呢 就高齐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来龙呢 是害方来龙 前害方来的龙 那么来龙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 前面呢 就是沙 上里面有水的 可能看得清的 里面有水的 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说这个 常年有水的 就是呢 有一句话呢 那叫龙子气蓄化身 万为上也 就是这个龙 为什么会止呢 万气横行内气之声 前面有水拦截 那么这个龙子 这个气呢 就止了 叫龙子气蓄 这样的地 那如果你点张好了 这一定会是一块不错的好地 当然了 那在选地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看前后左右 一些平衡 包括明显大小 这些东西呢 我们应该参考进去 看完这个来龙以后 我们看这个对面的暗山 这个树这个边呢 就是暗山 因为它是对面呢 这个暗呢 是比较少高一点的 然后呢 对面还有河堤 也就是说这个水呢 它是暗 是随着水走的 所以呢 水是环保的 那暗也是环保的 正好 那么是环保的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说 它什么 就是玉带环淹水 这个水非常好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水呢 它同样也不能离得太近 如果离得太近 那么就成了戈礁水了 所以呢 离水太近呢 叫什么呢 纯死蛇伤啊 就是不可以 啊 离水太近 就这么个情况 那至于说 这个该离水多远 我们还要看 这个水的大小 包括这个 后面龙的大小 如果水 水大 那你就得离得远一点 水小 我们可以离得近一点 大呢 当然龙大 那离龙要远一点 龙小 利龙要近一点 所以呢 就是要掌握好 这个远近的距离 并且呢 还要掌握好 左边的大小的平衡 那这样才能选择一块好地 前见后干 后面呢 一定是高级的 前面呢 是水环抱的 那这样的 才具备这个有地 那当然了 如果水口处正好 由水口观来 那就更好了 说完这一点呢 或者说 那么前面呢 水是区区而去的 那当然也是好地 所以呢 我们看地呢 并不难 难的 我们要掌握这些知识点 刚才呢 给大家说呢 这块地呢 也是一块不错的好地 行了呢 给大家分享过以后呢 再给大家呢 分享一下礼器 这个礼器呢 它是一个 人山冰相的 人山冰相 火局的望向 火局的望向呢 着水到右 那着水到右 是从火局的掌声方来水吗 掌声代表人丁 旺代表财 那也就是说 从生方来水 到旺方过堂 到丁位方消水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礼器呢 都是符合三个风水礼器的 这一节就给大家 评价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